第八题 甲乙丙钉为四颗相同规格的灯泡 将此四颗灯泡和电池连接如右图所示 假设灯泡的电阻大小不变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发现我们电流流挂来的时候 兵分两路 那么乙丙这边是串联 它的电阻比较大 钉这里的是一个灯泡而已 电阻比较小 所以流过钉的这边的电流会比较多 流过乙丙的电流会比较少 那么如果你的观念很清楚 数学很好的话 你就会知道这个比例大概就是2比1的比例 然后我们乙丙是串联 所以他们两个电流是相同的 因为串联的时候电流大小一样 然后他们会合流过了钾 所以钾的电流是最多的 或者是刚才的2比1算起来 它应该就是3 那么再留回来我们的电池 所以选项A说 流金甲灯泡的电流大小小于流金以灯泡的电流大小 这是错的 甲灯泡的电流是最大的 那么选项B说 流金以灯泡的电流大于流金比较的电流 这也是错的 那么以丙是串联 它的电流大小是一样的 那么同理呢 我们的选项猪说 流金钉灯泡的电流大于流金甲灯泡也是错的 那甲灯泡的电流是最大的 而钉会比较小 而只有选项C呢是对的 流金丙灯泡的电流呢 小于流丁灯泡的电流 因为乙丙这边串联电阻比较大 丁只有单独的灯泡电阻比较小 所以呢 通过乙丙的电流会比较小 流过丁的电流会比较大 第八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流金丙灯泡的电流大小 小于流金丁灯泡的电流 解雅 当来很高临 seeing you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